我们来继续看线程的高级控制 上一小节我们讲到了线程属性的一个控制 那么线程它具有属性 同样它的同步也是具有属性的 那么它的同步呢 有互取量、读写锁、调节别量等等 首先我们来看互取量的属性 也就是它的一个同步属性了 互取量的属性呢 主要有两种 它的进程共享属性和类型属性 当然还有一个优先级属性 这个太难复杂了 我们就先不研究了 互取量的属性 它用一个批算的 utex attribute杠基类型的数据表示 当然像网创一样 任何东西使用之前 你需要进行一个初始化 然后使用完之后 你需要进行一个销毁 这个属性初始化函数 它是批算的utex attribute init 叫你需要初始化的属性传进去就行了 然后销毁的时候 它是一个destroy函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进程共享属性 这个比较重要一点 首先进程共享属性 它有两种值 一种是批算的 percess private 这是一个私有的 它是一个默认值 也就是我们以前创建一个互取量之后 用它的默认属性 它是一个私有的 这个主要用来在同一个进程中 去同步多个线程 这个节目不多介绍了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它的第二种属性 p-shed percess-seared 这是一个共享 这个属性可以使互取量在多个进程中进行同步 以前我们同步是同步一个进程中的多个线程 而现在我们只要设置了这个seared属性 那么它可以同步多个进程 当然这个必须要你的互取量在多进程的共享内存区域 如果这个互取量 它存在你多进程的共享内存区域 而且你要设置了这个seared属性 那么它就可以同步你的多个进程 我们来看一下它如何来设置 我们用p-shed mutext-attribute setp-shed的行数 来设置它的进程共享属性 当然是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我们的互取量属性 第二个参数是你的值 同样如果你设置好了以后 可以去获取它 用get-seared去获取它的共享属性 看看它到底是私有的还是共享的 我们主要使用来这个共享的属性 来同步一下多进程 当然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关于互取量的这个进程共享属性 并不是所有的系统都支持 所以你在写程序的时候 需要解册这个红 per-six-seared per-six-seared 进程共享属性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把它设成一个seared 那么就可以同步多进程了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属性 它的类型属性 这里边我给大家列出了它的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normal 就是我们使用的默认的类型 其实 那么关于这个默认的属性 它的一些所有的非法操作 我们都已经学习过 比如说你在没有解锁的时候 再次加锁 那么就失锁了 它在等待另外一个 现场去把它解锁 对吧 如果在不占用的时候 你去解锁的话 那是未定义的 在已经解锁的时候 再解锁也是未定义的 第二种它是一个error check 也就是一个错误解查 那么任何对一个锁的非法操作 它都会反为一个错误码 就因为你设置一个error check 第三种是requer save 这个是地规的意思 这个地规的护持量 它允许你在没有解锁的时候 再次加锁的 我们用一个图来看一下 它的地规是什么意思 看这个图 假如在一个函数里边 它需要对一个护持量进行加锁 但是很不幸的是 在加锁以后 你要定用了第二个函数 那么第二个函数也要进行加锁 这个时候 如果你用普通类型的护持量的 那么它就造成死锁了 对吧 你连续两次加锁 那就死了 但是如果你用一个 具有这个地规属性的requer save 这个属性以后 那么你就可以进行两次加锁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当然这个地规 不是说任何两次加锁都是对的 只有这种情况它叫地规 我相信地规是什么意思 大家应该都知道 它是一层套一层的 对吧 如果这两个函数 它是并行执行的 那么就不存在地规这个概念了 那是一个错误 然后你这个地规锁 在不在用的时候 你去解锁 它当然是错误 已经解锁的时候 再解锁也是错误 它地规的护持量 一定要在解锁的时候 保证解锁的次数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 关于地规的护持量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小心 因为地规本来 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操作 很多别程经验 很多年的人也对地规 还不是很了解 这个非常难操作的 所以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 假如用其他方法 可以解决这个事情 尽量去少用这个地规属性 第四种属性呢 它是看的是默认 那其实它是一个系统请求语 它用来请求系统 将这个属性设置从其他的三组类型 这个是系统帮你自动映射的 比如我这个操作系统呢 它就自动帮这个 default映射成一个正常的属性 那么我们来设置一下 获取量的类型 它的类型呢 通过一个函数 pcid mutex attribute set type 来设置 同样是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 现成的获取量属性 第二个参数呢 是它的类型 你要设置成一个什么类型 只有这四种 同样的也可以去获取它的类型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互取量这个属性的实例 我们来设置一下 它的进程共享属性 同步以多进程之间的数据 我在这里给大家画了 这个程序框图 这个是用多进程来创造的 没有涉及到现成的概念 首先呢 我们需要创造两块共享内存 第一块共享内存 是用来操作数据的 有我们里边放了一个 共享内存里边放个变量 然后两个进程呢 都可以操作这个变量 它是会相互影响的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创造好共享内存以后呢 不管哪一个进程去修改它 那么都会影响到 这个共享内存的数值 那么第二个共享内存呢 是用来放护士量的 因为我们要求这个护士量 也重放在共享内存里边 接下来 我们创造一个子进程 然后呢 在子进程里边 我们给它上锁 然后修改你的共享内存 在复进程里边也上锁 也去修改你的共享内存 如果有一个护士量去帮你锁住 共享内存的话 那么你对共享内存的修改呢 一个时刻只能有一个进程去修改 所以呢 它不会产生一个错误的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例 我已经打开我的操作系统 然后看这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呢 我已经将解单的部分已经写出来了 前期的部分主要是创造一块共享内存 然后呢创造一个子进程 然后复进程和子进程的同时去修改 共享内存 这个时候呢 它的数据相互会影响的 谁最后修改 那么看到的就是谁的值 我们来大体扫一下 把定义了几个别量 这是操作用到的 然后打开共享内存 用这个open函数 然后调整它的大小 保证有足够的空间 最后我映射 把共享内存映射到一个缓冲区这块 最后我们就开始修改这个buff 我们看一下创造进程之后 如果它在子进程里边 我先让它休眠一秒 这样呢会保证副进程卸用型 那么就会跳到副进程里边 副进程卸打印一句话 接下来用mcp1 去把buff的内容去修改成了一个word 然后它又休眠了三秒 这个时候呢 程序会马上跳回到子进程的 那么子进程 它因为这些休眠的是一秒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执行了就 然后它也修改这个共享内存 用mcp1把buff改成一个hello 最后打印出来 那么最后打印出来的 我们可以知道 应该两个进程 它打印出来的都是hello 尽管复进程呢 它将这个buff改成一个word了 但是它休眠了三秒 又给子进程一个机会 最后把共享内存修改成hello了 所以最后打印出来的是 应该是两个hello 我们来执行一下这个程序 先编译一下 还没有错 然后执行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程序执行的过程 首先我确保了复进程先执行 是unparent process 接下来复进程 修改了数据以后 它税免了三秒 那么这三秒的时间 子进程就执行了 我是子进程 然后我把数据修改成hello了 那么最后程序回到复进程的时候 它又去打印buff 发现buff也是个hello 不是它之前改那个word了 因为在那三秒的时间 共享内存已经被子进程改掉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用一个同步的概念 去将这个数据同步一下 确保在复进程访问的时候 子进程永远无法修改它 或者在子进程访问的时候 复进程无法去修改它 这个跟多现场的同步呢 是一个道理 访问一块共享的区域 你需要一个同步的机制 接下来我们来修改这个代码 打开这 首先呢 我们需要定义一个护持量 p-shed mutex 钢梯类型的数据 我把它弄成一个指针 mutex 然后呢 我们要修改护持量的属性 把它修改一个 可以同步进程的属性 所以呢 它也需要一个属性的别量 mutex attribute 钢梯类型的数据 写个名字 mutex attribute 接下来 我需要创造一块共享内存 因为这个护持量要求 放在共享内存的区域 然后呢 我将下面这几句话复制一下 也就行了 再做稍微的修改 好的 我又创造一块共享内存 然后把该修改的地方改一下 这是 id1 这也是共享内存1 然后把这个地方也是 变成1 最后这块共享内存 映射到了一个mutex 然后将它的类型 做一个强制转换 p-shed mutex钢梯类型的 然后里边还有一个地方需要修改 这是1 好了 现在我们定义了一个护持量 然后将护持量映射到共享内存区域 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操作是 写操作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在使用这些需要处置化 我们就处置化一下它mutex attribute unit 然后呢 将这个属性来传进来 mutexattribute 初次化以后 你就可以修改它的属性了 用p-shed mutexattribute set是修改的意思 p-shed p-shed 第一个参数是你的属性变量 第一个参数是你要修改的值 我们要把它修改成一个共享的值 那么这个就是p-shed p-shed p-shed 代表它可以共享 修改完以后 我们来初始化这个 将护持量初始化一下 mutex init 第一个参数是你的护持量 mutex 第二个参数是属性 这个属性我们已经设置好了 经过一次凸置化 然后一次set 将它设置了一下 好的 我们别忘了这个属性的检查 if define 它是一个persex shed persex shed 这个属性检查是一定要设置的 因为我们要搞的是 切入式的操作 考虑到它的可疑症问题 接下来 我们将这个护持量 属性修改了 然后初始化了 然后回到后面这块 在直径层修改护持量的时候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同步的操作 护持量 同步 那就是lock一下 写下它锁住 mutex lock 要锁的护持量 复制一下 然后再贴是unlock 别忘了解锁 然后在附近层里边 你如果想修改 也必须同步 先unlock 然后最后再解锁 unlock 解锁一下 最后 我们别忘了去释放 首先我们来释放一个它的属性值 mutex attribute 你经过了初始化 你就得去释放 它是destroy destroy 先将它的属性给释放掉 mutex attribute 然后再将护持量释放掉 mutex destroy destroy mutex 上面少写一个下滑线 释放完两个 一个属性 一个护持量 接下来我们 在申请护持量的时候 弄了一块工晓内存 所以需要释放它 那么我把这几句话复制一下 行了 释放另一块 工晓内存 还是mutex 这一块 sshme 好的 释放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错误 好像应该 没什么错误 这一程序写的有点多了 然后不太好看了 写的花花绿绿的 我们仔细来扫一下 这是几个变料 然后呢 护持量 它的属性 创造了工晓内存 修改了工晓内存大小 保证足够的空间 然后将护持量印刷过来 最后初始化护持量的属性 然后设置它为共享的 初始化护持量 下面就不用解释了 下面刚才我们运行过 它是对的 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写加锁 然后最后解锁 这个也是加锁 解锁 PID大名是附近层 对吧 等于0是紫禁城 好的 我们来运行一下 这个时候 尽管在休眠了三秒 但是因为已经锁住了 所以这个紫禁城 只能停在这一块 对吧 它停在这了 它永远无法去修改 所以最后打印出来的 应该是 附近层就是我的 紫禁城它就是哈喽 我们来编译执行一下 看看有没有问题 执行一下 好的 它打印出话了 附近层 然后休眠了它 然后紫禁城 你发现紫禁城休眠以后 它执行到锁的时候 它无法执行了 因为锁被附近层再用了 然后接下来还是笼到附近层去执行了 附近层打印出话是Word 然后紫禁城 接下来它获得了锁 最后打印出来哈喽 所以我们将这个护知量的属性 设置成一个进程共享的属性的话 那么它就可以同步多进程了 这是对于护知量属性的一个简单的操作 你要知道它有一个进程共享属性 还是有机会去用到的 那么 现成的同步呢 除了护知量 还有读写锁 调节变量 这两个呢 跟护知量其实是一样的 它也具有自己的属性 你比如读写锁 它只有一个属性 进程共享属性 那我学了护知量的进程共享属性 你就知道了 读写锁它的进程共享属性呢 跟护知量是类似的 它的作用也是一样的 然后初始化 销毁 只不过是把这个名字变成RWlock了 代表一个读写锁 初始化之后呢 你就可以设置它的属性了 setPCR的 而获得属性是getPCR的 这个就不做多的介绍了 因为护知量我们也介绍过了 是类比的就行了 最后还有调节别量 它也是一样的 只是把名字改了 那么它的属性呢 设置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最后给大家留个小小的思考题作业吧 虽然这一段东西呢 要求不是很高 我们尽量还是掌握多学一点是一点对吧 我在写程序的时候 将护知量的属性设置成一个进程共享属性 那么假如我用它的一个默认属性 private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大家把这个程序修改一下 测一测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想一想它是为什么